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人赴日 在我们的印象中 有很多优点 比如街道环境干净 食物精致美味 为人礼貌等等 但 平台The Mystery公布的一项调查 却让人大跌眼镜 这项调查名为 最差劲项目 其中很多都是世界第一 颠覆了很多人对 的印象 一农药使用量世界第一 的农药量是美国的五倍 甚至比大陆都要高 不过之前印度蔬菜研究所统计显示 台湾的农药量更可怕 每公顷足足有17公斤 单位面积用量位居世界第一 比排在第二位的 还多出了6公斤 二 食品添加物世界第一 的食品味道细腻独特 但食品添加物用量很高 每个国家都会用添加物给食物增位 英国大约有21种 德国64种 美国130种 却足足有1500种以上 三 食用基因改造食品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今年3月初 政府做出决议 最早在今年夏天 市面上就会出现经过基因编辑的浓云水产品 但 厚生劳动省认为 基因编辑并非基因改造 这与普遍的看法不同 四 废弃物处理量世界第一 德垃圾分类做得很棒 但废弃物的处理做得并不好 目前只有20%的废弃物被回收 五 自来水滤含量世界第一 德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 但民众很担心自来水中的滤含量问题 自来水经过多重消毒漂白等处理 滤的使用量几乎是其他国家的十倍 六 卧床老人世界第一 老龄化问题严重 屡屡创下历史新高 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8.1% 70岁以上占20% 20 这比意大利 葡萄牙德国等国家高出太多 七 精神病院世界第一 德精神病院非常多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做过一项调查 列出多个国家的精神病患者住院天数 比和欧洲国家大太多 八 年轻人自杀率世界第一 这是 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为欺凌压力和家庭因素等等 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放弃自己的生命 据文部科学省统计 2016-2017年间 放弃生命的 经少年高达250人 创下30年来新高 九 扑杀流浪动物世界第一 重视动物保育 但每年都有很多流浪动物被执行安乐 政府非常努力控制 但每年被安乐的毛孩还是比其他国家多很多 十不做家事的老公世界第一 很多男性还是大男人主义 认为丈夫工作加班已经很辛苦 家事是太太的责任 独卖新闻曾指出 这一现象已经影响到了女人生小孩的意愿